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王开喜 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 那么下面呢 我们讲这个第一个专题 晚清政治与政局的第七讲 那么第七讲的这个题目呢 叫做量中华之物力 节与国之欢心心解 量中华之物力 节与国之欢心心解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也准备分几个问题来讲 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是传统观点的这种理解 就是传统观点 他的这个对于这个句话的理解 叫传统的观点与理解 传统的观点与理解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在1900年春天 在中国的北方啊 各个省爆发了 义和团的反击爱国运动 那么接着这个 义和团反击爱国运动呢 在中国北方的 像山东啊 直立啊 就是现在的河北 山西等省 那么蓬勃兴起 那么义和团群众啊 大概达到了100多万人 那么这个义和团群众 是吧 就到处呢 去捣毁外国的这个传教士的教堂 那么去这个杀害 诛杀外国的传教士 捣毁外国的啊 这种商 这种货战 还破坏啊 这个外国铁路公司的铁路 那么掀起了一个反击爱国运动 那么可以说呢 是沉重的打击了 外国的训练势力 那么到了1900年的5月 那么西方列强国家 像英国呀 法国呀 德国呀 美国呀 是吧 像这些国家 那么就一方面召会清政府 要求清政府呢 必须要严厉的镇压义和团 同时呢 要惩处镇压义和团不利的清政府的官员 一方面召会清政府 那么另外一方面 那么帝国主义列强方面呢 又准备自己要组织群众联军 直接出兵来镇压义和团运动 那么面对着义和团 这个运动的兴起 以及外国的这种军事压力 外交压力 清统治集团内部 那么对待这个事情 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分化 统治集团内部 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么首先一部分人 就是主张呢 要严厉镇压义和团 那么这部分人呢 主要有像光绪皇帝 那么还有中央朝廷当中的 一些部员大臣 像兵部尚书 徐永仪 历部侍郎 徐景成 太常四卿 元厂等人 那么这些人 那么是主张呢 要镇压义和团 这是中央朝廷当中的一部分 这个重要的大员 那么在地方的总督巡护当中 也有一些人 主张呢 要严厉镇压义和团 那么这些人呢 你比方讲 有这个梁广总督 李鸿章 胡广总督 张之洞 两江总督 刘坤一 等等 那么这些人 他们都认为这个义和团呢 是乱民 主张呢 要严厉镇压 那么同时他们认为啊 中国的力量很弱 没有力量 对抗列强 那么因此这些人 都反对 围攻外国使馆 反对呢 对列强宣战 那么这是一部分人 那么但是清政府内部 还有一部分官员 主张呢 要利用义和团 来打击地国主义列强 他们认为这个义和团呢 都是一些义民 都是一些好的百姓 那么这些主张 要招呼义和团 利用义和团的这些人 他们的出发点并不一样 那么其中有些人 是出于一种 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 是吧 维护清华朝统治的 这么一种思想 主张呢 要招呼义和团 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分人 是由于他们自身 思想的顽固保守 主张盲目排外 像这个大学士 徐同 像这个什么 这个刚毅呀 赵书翘 都属于这种 属于思想 比较顽固保守的一部分人 那么他们也主张呢 要利用义和团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 主张招呼义和团的 那么这一部分人呢 是出于个人 或者小集团的私利 那么这个比较典型的 就像慈禧太后 像这个端王 宰义 像这个庄王 庄秦王 赛勋 那么这些人呢 都是出于个人的一些私利 那么清政府 经过了连续四天的 御前会议 进行一个高级会议 这种讨论 那么最后呢 由慈禧太后 来拍板决定 决定什么呢 决定要招呼义和团 利用义和团 攻打外国的使馆 攻打外国驻华使馆 那么同时呢 对列强宣战 那么清政府在 义和团运动当中 这个宣战尚玉 那么首先就谴责了 外国训练者 几十年来 是吧 欺凌我国家 侵夺 侵占我土地 蹂躏我人民 勒索我财物 就是对于列强 这种罪行进行了谴责 那么而且还讲 说近日以来 这个帝国主义列强 又是无理横行 专世兵肩气力 那么对大清朝 发动了战争 他在这个上语当中 宣战上语当中 就慷慨表示了一种决心 什么决心呢 就是与其苟且图存 遗羞万古 熟若大张他伐 一决此雄 表示呢 要同列强进行宣战 要同列强呢 一争高下 一决此雄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上语还说 说不但进击山东等省义兵 同日不期而及者 不下数十万人 说不但像进击这个地方 就是靠近北京这个地方 直立山东 是吧 人们不约而同 聚集了几十万人 不但是这样 而且呢 下至无耻同子 那么向下 就是那些无耻的孩子 就是没有成年的孩子 亦能执干戈以为社稷 说这些人都被发动起来了 他们讲 说我们中国 土地广有二十余省 我们有二十多个省 是吧 人民多至四百兆 四百兆就是相当于四个亿 说我们人民很多 是吧 我们省也很多 二十几个省 有四亿人 说这些人一旦都发动起来 河南减笔凶焰 张国国威 那么也说 亲政府啊 表达了一种啊 将要依靠广大的人民群众 是吧 来抵抗外伍的 这么一种信念 那么亲政府的对外宣战尚遇 从表面上看 可以说呢 是慷慨激昂 是吧 充满了一种民族义愤 可以说是义正词言 那么但是这个尚遇的主要出发点 并不是怎么样维护中华民族的 这个根本利益 而是什么呢 而是维护 以四义太后为首的 这一小撮人的 这一部分人的私利 那么这就决定了 清政府 不可能全心诚意的 去依靠伊克团群众 去彻底的 把这个反帝爱国斗争呢 进行下去 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那么至于慈离太后 之所以要对列强宣战 主要是有这么几个原因 那么一个呢 就是帝国主义列强 驻华公使 那么帮助康有为 梁启超逃到了国外 就是戊战政变之后 在英国公使 日本公使 这个屁股之下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 逃到了国外 而康良逃到国外之后 很快组织起了一个保皇会 就要求慈禧太后 要撤联归正 把权力归还给 归还给这个光绪皇军 那么这个事情 引起了慈禧太后的 很大的不满 那么这是一个原因 那么第二个原因 就是列强驻华公使 对于慈禧太后 曾经企图要废掉光绪皇帝 另立大阿哥 对于这个事情 那么列强公使呢 给予了抵制 那么这个呢 也引起了慈禧太后的 极大的不满 这是第二点 那么第三点 就是在伊和团运动当中 慈禧太后接到了一个 所谓的列强给清政府的一个假诏会 那么这个假诏会呢 提了四点 那么其中一点 就是要求慈禧太后 要撤联归正 把清政府的最高权力 归还给光绪皇帝 那么这个假诏会 更引起了慈禧太后的 对于列强的极其强烈的不满 那么正是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慈禧太后决定要对列强宣战 那么因此他对列强宣战 很明显 就是为了维持 这个慈禧太后 在清王朝的这种最高的权力 是出于个人的一种私利的一种考虑 那么1900年的7月14号 英 法 俄 美 德 亿 日 澳 那么八个国家 组成了区内联军 那么就攻陷了 这个天津 这是7月14号 那么8月4号 八国联军是18000多人 从天津出发 沿着大运河 兵分两路向北京来进藩 那么这是8月4号 那么8月9号 清军在北京东郊的 这个码头 这个张建湾这一带 阻击八国联军 那么也遭到了失败 这个统领清军的一个军事统帅叫做李炳恒 兵败自杀了 这是8月9号 清军在京东抵抗失败 那么8月13号 八国联军攻占了通州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通州区 攻陷了通州 那么8月14号 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城 那么这个15号凌晨 就是晚上啊 就是这个14号的晚上 15号凌晨 这个慈禧太后 就是携带着 加持着这个光绪皇帝 逃出了北京 向这个山西的太原 陕西的西安方向 那么逃跑了 那么在这个慈禧太后 西逃的途中 也就是说在1901年的2月14号 那么清政府颁布了一个上狱 这个上狱当中讲 都是什么呢 他说本年夏天呢 是全匪够乱 开信友邦 义和团发动了叛乱 结果得罪了列强 他说呢 这是光绪皇帝的口信 说我呢 就是随着慈禧太后 那么向西方去西巡 他就曾经命令 清秦王义匡 还有大学士李鸿章 作为全权代表 从这个八国联军义和 他说现在啊 那么各个国家提出了一个 义和大纲12条 说清政府呢 已经决定呢 要这个赵云 答应这个义和大纲12条 说这个时候 就命令义匡和李鸿章 这些全权大臣 要呢 将详细节目 悉心酌合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那么他还讲 他说现在啊 既然清廷 有毁祸之机 那么自然呢 就应该颁布诏书 颁布一种 一个自责之诏 进行自我批评 他说啊 现在同八国联军义和 说这个八国呀 这个帝国主义列强 是不侵我主权 不隔我土地 他说清政府 每当想到这些事情 每当念及于此 是念友邦之见谅 及预报之无知 他说我们对八国联军宣战了 对八国列强宣战了 但是八国联军 八国列强 对于我们的是很原谅的 说这个我们更加 是吧 痛恨义和团 以及清政府内部的顽固大臣 这种愚昧 这种愚昧 说事后追思 惨愤交集 感到很惭愧 那么从这个上语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义和团运动之后 这个清政府啊 他的一种对外 屈辱投降的 这么一种可耻的嘴脸 然后从这上语当中 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 那么因此人们去斥责清政府 说清政府在异国团运动之后 是吧 已经成了一个洋人的朝廷 这个绝不仅仅是 仅仅是出于一种民族的义愤 是吧 那么陈天华 说清政府已经沦为了洋人的朝廷 也绝不仅仅是出于一种反兴革命的宣传的需要 那么清政府呢 确实是一个无耻的卖国者 这个是没有问题 我们说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 摇尾启连 那么是有事实根据的 我们说他对外屈辱外国 主要理由是这么几点 那么第一 就是清政府在这个对列强宣战之后 那么在不久 那么就重新的污蔑义和团是乱民 重新回到了镇压义和团的 这么一个反动立场上 那么这是一点 我们说清政府对外是妥协媚外的 那么第二点 就是帝国主义列强 向清政府提出了义和大纲十二条 这个义和大纲十二条 内容是非常苛刻的 对于中国的危害很大 那么但是慈禧太后 看到这个义和大纲十二条当中 没有把他本人作为一个祸首加以惩办 那么慈禧太后感到很高兴 那就立即电报义匡和李鸿章 要他们尽如约 就是完全按照义和大纲十二条来办 那么后来 那么慈禧太后 那么以光绪皇帝的名义 颁布的这个上誉当中也说 那么为了这个宗庙的安全 为了设计的安全 对于义和大纲十二条 立即赵远 也是说慈禧太后 那么出卖了大量的国家的力权 因此我们讲它 是对外驱武投降 那么这是有理由的 那么第三点 就是清政府 它的这个上誉 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上誉 其中使用了大量的 非常卑下的语言 卑躬屈膝 就像刚才前面我们讲到的 那么清政府 对于曾经向列强宣战 表示要悔祸 后悔了 要忏悔 表示要颁布 预止 要自责 那么对于自己向列强宣战 而列强却不欺我主权 不搁我土地 那么对于这个事情 除了表示这种感激之行之外 他还讲说事后追思 惨愤交集 就是他用的这个语言 非常的卑贱 那么可见清政府 这个心理 非常的这个卑污 那么这个语言 那么确确实实 使我们的国人 看到这个上誉之后 感到非常的愤恨 愤慨不已 这是我们讲了 清政府这个上誉当中 确确实实是充满了一种 卑躬屈膝的 这么一种奴才的 这么一种嘴脸 那么但是我认为 就是人们对于这个上誉当中的 这个量中华之物力 解与国之欢心 这句话的理解 是有误解的 有这个 这个这个 奇异的地方 理解的 不正确 那么就一般情况而言 无论是做历史研究的人 还是一般的国民 就是我们读到 前面我们所讲的上誉 这段话的时候 是吧 那么都感到中华民族是蒙受了一个奇耻大辱 那么大家一般的说 和大多数人都认为 清政府的这段话 就是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清政府 要最大限度的满足列强的需要 最大限度的是去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那么大家都是这样理解 这个呢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 例如 张开元 陈辉 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普及读本 这么一本书 那么在这个书当中呢 他们这样写 说慈禧太后啊 看到列强 没有把他列为祸首 这是他的原话啊 说大喜过望 立即招靠 一筐李鸿章 不论条约如何苛刻 均可照办 并慷慨表示 要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为感激帝国主义 对他的赦免 准备进一步出卖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那么这是这个张开元 和这个陈辉主编的 一本书里讲到的这么一段话 那么如果说这段话 表述的还比较含蓄 还比较模糊 那么胡绳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当中的 这段话 都是写的非常明确 那么胡绳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这本书当中 非常明确的这样写道 说呢 说这道上誉说 朝廷的态度是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接着他就做了一个解释 说这就是说 他一定要把中华之物力 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 巴结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语国 就是中国有多少物力都拿出来 去巴结这个语国 巴结这些猎枪 那么讲的很明确 那么张歌飞和王汝峰编著的中国近代史 也是用了类似的语言 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那么他们在这个中国近代史当中 是这样讲 说1901年2月14日 慈禧又发出上誉 要求一筐 大学士李鸿章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那么接着他也做了一个解释 他说 就是说要将中国的一切物财富 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 讨好帝国主义 以博得他们的欢心 换来自己的反动统治 那么这是这个张歌飞 王汝峰 那么他们这个编的一个中国近代史当中 对于这个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那么做的这么一个解释 那么另外 徐凤臣赵诗元主编的中国近代史 也是非常明确的讲 说西太后还厚颜无耻的说 要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决心以最大限度的卖国 争取做帝国主义欢心的走狗 那么这是我们学界呀 有很多人都认为清政府上语当中这段话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就是为了要最大限度的出卖国家的利益 那么但是 也有人对于清政府 是不是这么样一个无耻的 这么一种行为 能表示怀疑 那么他因为对于这个表示怀疑 甚至否认了清政府这个上语的这种真实可靠性 你比方讲 有一个人叫做纪云飞 那么纪云飞呢 曾经写文章是这样讲 他说以往所有史著 以前所有的历史著作 都认为慈禧在接到义和大纲后 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说笔者就是俊云飞本人 笔者查核了上文提及的 1901年2月14日的上语 说只有节与国之欢心 无量中华之物力 因此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断言 说看来前半句是后人加上去的 就是俊云飞认为量中华之物力 没有 是后人加上去的 那么其实呢 纪云飞的这个推断是错的 那么纪云飞做出这么一个推断 他根据的史料呢 是这个朱寿鹏 是吧 那么写的这个编辑的一个 光绪朝东华路 那么这个光绪朝东华路 当中呢 没有这个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那么但是 就是这个故宫博物院 明清党安部 根据这个原始档案 编的一个材料 叫做义和团档案史料 那么这个义和团档案史料 这个上语当中呢 非常明确的写有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那么与这个义和团档案史料相比 这个经过抄写 这个经过抄写 编辑的东华路 就是光绪朝东华路 那么这个义和团档案史料 应该说更具权威性 这个东华路啊 它的史料价值 它的史料的权威性 同这个义和团档案史料比 应该说呢 是略逊一筹 远远不如这个义和团档案史料 那么我个人 那么在学习这个义和团运动的时候 那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 那么也曾经对这个上语 他的真实性表示了怀疑 我也感到很奇怪 那么当时我认为啊 这个义和团运的失败之后 那么清政府为了维持他的统治 那么确确实实有可能 要最大限度的去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换取帝国主义列强对他的支持 那么当时我想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但是有一点我很难相信 很难相信什么呢 就是我很难相信清政府 就会把这么一个无耻的这么一段话 就是两中华之物力 结与过之宽心 是吧 没有任何遮掩的写到了上语当中 是吧 那么如果说清政府 把这么无耻的一段话 写到上语当中 是吧 那么清政府就没有任何权威可言了 是吧 那么也是说 这个时候这清政府 他已经不是能不能够维持他的统治了 而是他的统治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任何理由 没有理由存在了 是吧 这么明显的表示要卖国 这么无耻 是吧 他怎么能够继续维持他的统治呢 那么正是因为对于这个事情 我表示很大怀疑 所以说二十多年以前 我曾经专门为这个事情 去了中国第一历史党案馆 调阅了当时的清政府的上语党 就是有关上语的这个答案 那么我翻开这个上语党 那么发现里边 确确实实写有 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过之欢心 是吧 我看到这个字之后 这十二个字之后 当时感到非常的气愤 但是又感到非常无奈 是吧 其实清政府怎么可能把这么无耻的一段话 写到上语当中呢 虽然很不满 而且呢 感到确实实感到又很无奈 那么当时我认为 那么清朝统治者 那么确实实实在当时是非常的无能 是吧 那么但是就我个人的情感而言 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后代 作为个人的情感 无论如何 也不能够理解 是吧 更不能够容忍 当时的清朝统治者 为什么这么无耻 说他无能 是吧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容忍 清朝统治者 怎么能够这么无耻呢 那么但是 面对着上语写的这十二个字 量中华之物理 皆与过之欢心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那么高史学的 是不是 要注重材料 是吧 上语当 上语党当中 明明白白的写的这么十二个字 是吧 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 那么因此在当时 我就接受了 我们史学界 一种传统的说法 就是说 清政府 是吧 这个上语 就是为了表示 要尽最大可能 中国有多大污吏 就拿出多少来 去满足列强的需要 讨得 列强的这种欢心 是吧 那么我也接受 这么一种传统的说法 那么我在课堂上 讲课的时候 也是像史学界这样 去痛斥清政府 这种腐败无能 那么但是这个事情 我始终呢 是心里呢 感到有些不甘心 是吧 因为这个呢 就是感到 这是一个民族的起始大辱 是吧 那么这个问题 一直呢 是这个存在我的心中 营绕于我的心头 那么一直在关心的 这么一个事情 关注的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在前不久 我因为这个 做一些其他的研究呢 又重新去阅读翻阅 这个异国团档案史料 那么我在这个 重新阅读异国团档案史料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 量中华之物理 这一句话 它的这个 最初的一种表述 它的一个来由 一个来由 那么同时 对于这个上语当中 量中华之物理 结语国之欢心 对于这段话的理解 那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理解 和史学界 这种传统的理解 就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差异 那么因此 这感觉有一种 开卷有益 就是你只要认真去读史料 就有可能发现一些新的问题 产生新的想法 那么通过 阅读这个义克团档案史料 我个人认为 那么以前人们 认为这个上语当中 这段话 对于这个上语当中的 这种量中华之物理 结语国之欢心 对于这句话的理解 确实是有误解的地方 没有读懂这段史料 或者对于这段史料 它的来龙去脉 没有弄清楚 因此对于这段话的理解上 出现了一些奇悟 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史学界 关于量中华之物理 结语国之欢心 一种传统的观点 一种传统的理解 那么至于人们 为什么产生这种误解 是吧 这个量中华之物理 结语国之欢心 这段话 它是怎么由来的 它实际意义是什么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在下边 在第二个问题当中 我再做一些具体分析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